你是否还记得,粉红女郎当中的那个外人迷,当她的饰演者陈豪,再次亮相于公众面前时,看看40多岁的她,整个颜值还有多迷人吧? 就在最近的这几天,网络上传出了几张,女明星陈豪的最新照片,是她现身一个活动时,被拍摄下来的画面。 那位分享照片的网友,在自己的动态中说到了,作为外人迷的陈豪,还是一如既往的人美生田,而且40多岁了,本人看起来真的很年轻,以及还是在素颜的状态,皮肤又白又好。 随后在分享的照片中,能看到了当时的陈豪,现身在一个会议室里面,并坐在一个嘉宾席上,在那里进行着他的讲话。 当拉近他的照片之时,可以看到了陈豪的当天打扮,身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,以及扎着一个马尾发型。 然后仔细看上去的时候,确实跟拍摄者说的那样,陈豪确实是素颜亮相,而且皮肤状态也是非常的不错。 他的皮肤不仅白皙紧致,并且胶原蛋白也很好,如果不知道他的真实年龄,许多人还以为这一位陈豪,估计只有20多岁的样子。 甚至仔细看过去之时,还可以看到陈豪的脖子位置,那精致的锁骨也是能够清晰可见,以及他的身材比例也是十分的纤细苗条。 所以,让人感觉到了,这位已经淡出荧幕的陈豪,虽说在最近的这些年当中,已经很少出演作品了,但他的颜值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,依旧是大家印象中的外人迷。 而且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,这位陈豪散发出来的气质也是十分的有魅力,以及十分的有学术气息,让人看了更加的认真聆听。 毕竟拍摄的那位网友,都在自己的动态中说到了,作为外人迷的陈豪,还是一如既往的人美生甜。 可见这样的一位陈豪,确实给到别人一种很好的印象,让别人对他产生十分不错的评价。 当说到陈豪的这个名字之时,对于许多的00后来说,可能并不太熟悉这位女明星。 然而对于80后跟90后而言,他们对于陈豪的印象,还是比较深刻的。 因为在年轻时的陈豪,曾出演过不少的经典影视作品。 这位20岁开始出道的陈豪,曾凭借自己的初衷外貌,以及极佳的天赋,让他在演艺圈中迅速走红了起来。 他的第一部作品《那人那山那狗》,在电视台正式上映的时候,就迅速被观众们记住了。 随后,到了25岁的时候,当他出演的《粉红女郎》,饰演那个外人迷的角色之后, 他正式开始了爆红起来。 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,《外人迷》的这个标签,就一直跟在了他的身上。 当观众们提到陈豪的时候,不少人的第一反应,都能想到《外人迷》的这个称号。 并且不仅如此,陈豪出演《天龙八部》中的阿子,以及新版《三国》当中的貂蝉,也是一些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 只是这一位陈豪,却跟其他的女明星不同,他在自己大红大紫的时候,却并没有选择成胜追击,而是选择了考取中系研究生。 并且毕业了之后,他直接选择了留在学校当中,担任一位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老师。 所以,在最近的这些年里面,陈豪就渐渐地淡出了荧幕,几乎没有再出演任何的作品,也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,专心做起了他的老师。 那么,在你的心目当中,你对于这样的一位万人迷,有什么不同的深刻印象呢?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评价,欢迎把你的想法写在留言区的下面。 这一位是一个罢,不一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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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罢! 我的船,我不能让你继续,那些党,这些人... 我习近平,并不拖待的罢,不拖待的罢,不拖待的罢,不拖待的罢! 我习以后,不拖待的罢!